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点点 我女朋友 阿姨你好 点点 你先坐吧 好 妈 都是儿子不孝 我以后就算工作再忙 我也会抽出时间来照顾你 子昂 妈 有你这句话 妈就知足了 我 我想上厕所 阿姨 我带你去吧 程昊 你先出去吧 一会儿男人在这里也不方便 小老师 妈阿姨 慢点儿 点点 我空渴了 你帮我倒点水吧 好 小阿姨 你在等着 妈 儿子 点点这人怎么样 你觉得 我觉得还行吧 挺好的 他这两个儿子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在我东西上班 行吗 妈 儿子 妈想 试一下一下 看看他人品怎么样 会不会照顾人 试探他 妈 这么说 你没有瘫痪 妈没瘫痪 那人也太好了 妈就是想试探一下 你看看他人品怎么样 那行妈 那你试探出去忙了 目前还没 我只能这么样 你看他带我去厕所 也没嫌脏 也没嫌累 我觉得一般女生 很难做到这个份 是啊妈 点点认为就是挺好的 在我工作 为我做了也不少 就是因为他 我工作 我公司 才做得那么好 这就好 那你还需要我配合你吗 我会有点舒服 我会有点舒服 阿姨 喝点水吧 哎 好 妈再喝 姐姐 你看我这儿恐怕以后这辈子就这样 你要是跟程浩结婚了以后 我这儿可全部的负贷都压在你身上 阿姨 其实你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就是身前需要有人照顾 放心 程浩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 我会把你当亲生妈妈一样对待的 以后就让我来照顾你 姐姐 那你要是真这么想 跟我儿子来看清楚 阿姨 说什么呢 要不这样吧阿姨 要不 等我跟程浩结婚以后 我就把你借城里去住 因为我来的时候我看这边的山路也不好走 你睡觉也不方便 你借过去跟我们一起住 我照顾你也方便 这样的话 天天能照顾你为了 没想到 你已经想到这么周到的 我真是找了一个好儿媳呀 儿子 你眼光真好 妈其实是试探你们的 我并没有瘫痪 什么 没有瘫痪 点点 你也别生气 我知道我这样试探不好 是 我儿子 你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员工 我怕欢迎你是为了我们家的钱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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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